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盆时如果发现底部根系系 而且缠绕紧密 白嫩 根系很好 当把这样的月季盆栽直接上盆以后 再次回填盆土浇透水养护 因为透水性差 根系活力低 缠绕在一起的根系容易出现殴根现象 月季换盆后浆苗根本原因是根系缠绕严重 老根系太多 根系填满花盆 换盆回填盆土以后 浇水以后容易出现藕根现象 出现藕根以后 要砍掉基部根系 基本砍掉二分之一左右 几乎留下白嫩根系就行 然后直接上盆养护即可 这样上盆的月季浮盆快 新根生长得愉快 所以也不会影响蜘蛛的生长状态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氧化资讯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